正当股市再创历史先高 现在不仅仅股市热 房市也好热 所以想买的 想卖的都在问 我们要再等一等 房市发烧到底何时了 政策很重要 于是大家在礼拜一 专心的关注 在赖清德总统就任之后 对于整个的房市政策 到底态度如何 结果专家发现 好像这次赖总统 琢磨在住宅政策 非常的少 为什么 历史上进行上台来 我们今天特地邀请到 理事长到现场来 您怎么解读 为什么觉得这次赖总统 好像在住宅政策 琢磨只有一两句话 好房市在发烧 民怨在增高 那照理讲就职典礼 一定会大谈住宅政策 结果不到三十个字 不到三十个字 不到三十个字 那为什么他会 必谈住宅政策 我把它解读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他新政府 新内阁刚上来 其实看到这种高房价 一下子新内阁 说要提出马上提出 资本 治标的都很难 所以暂时是无为而至 暂时 而且现在选举刚过 大概也没有什么太大压力 对 这种民怨大概也没有什么太大压力 所以我解读他 他是暂时无为而至 另外一个叫做菜归赖水 我们要延续蔡总统的这个住宅的设宅政策 都根政策 租金补贴政策 暂时 暂时这个也是暂时 另外我们要了解领导人的个性 才会去洞悉他未来的政策 所以大力整顿房市是有可能 等到他这个准备好的时候 我觉得大力整顿房市是有可能 以他的个性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住宅政策假如是很好的话 年轻族群的选票就不会流失 那既然年轻族群选票流失 下一任他要再连任的时候 我是不会担心 所以干脆敢悬预测 把整个住宅政策翻掉重来 我觉得都有机会 我懂了 所以一开始可能是这样子 但是接下来慢慢的 有可能是这样子 那现在房市这么的热 会热到什么时候 我们来替政府把卖 因为房市会高 房价会居高 其实它是一个果 炒作也是一个果 所以地价标高 房价标高都是果 真正的问题出在于因 这核心问题 原因是什么 那你核心问题没有找出来 他的基本面 他经济成长 还有他的供需 还有政策在国土的规划上面 还有他的房产的税制 再来一个就是不可逆的技術循环 我们在股票讲技術循环 技術循环不可逆 但是我们偏偏会在上升趋势线的时候 主身段的时候拼命打房 有没有效 税制加税的时候 他就转嫁嘛 所以在这个在主身段他去打房 在末生段这一段去年下半年已经接近末生段了 他来一个新清安激励 新清安因为选举的因素 所以想要讨好年轻人 新清安把房市再次拉高 我解读他是一个甩尾现象 那我们从经济面来讲的话 最近经济还算乐观嘛 那台商回流资金就泛滥 资金泛滥 你没有一个多元的投资管道的话 大家就是股市嘛 股市流了油资以后就变成房市嘛 那再来就是需求的问题 两代不同堂 都会集中 都会人口集中 你假如不去从资本去疏散的话 他还很问题出来 因为像台北交通一做好的话 他人口往桃源疏散 这个台北就涨不上去 那政策面就国土规划 他土地的使用规范 没有好好做 国土计划还没有正式上路 所以工不工 商不商 龙不龙 所以地就炒热 土地一炒热 当然成本就转价 所以很多地方 所以你没有把因拿出来 做资本的政策 你拼命在这个果上面一打 他打下去 他再反弹 打下去 他再反弹 越打越热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各部门 他这所有的打防政策 这一波是最平凡 但其实也是最无效 好 既然现在已经出现这个结果了 但是刚刚您讲到两个关键字 现在是陌生段 第二个是 因为新清安 所以积了房市的甩尾 为什么会甩尾 为什么会甩尾 以及甩尾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看到哪些现象 我把甩尾现象的原因 我把它解读出十个因素出来 第一个当然是新清安发挥 从去年的这个第四季开始才大幅的拉升 所以新清安是点燃的因素 第二个是今年的股市在助燃 股市一助燃的时候 大家把定存都解了 解来买股市 定存一解了 大家回去也回不去 所以整个的这个资金 就在就在市面上去 去去去游资 会变成走到房市 那经济成长 大家现在都讲乐观 第一季的经济成长 大概也超过六 那为什么我们的主季是跟那个所谓的中金业台金业 都讲今年大概三点三点多的经济成长率 那第一季六 那代表下半年是不是比较差 所以大家都已经心里都有数 还有通膨保持的心态 油价电价 这个整个疫情的通膨保持心态大增 大家就抢着要去 一窝蜂要去买房 怕买不到 这个因素 还有刚刚讲的油资泛滥 好我们看下一张图 这张图你就知道 贷款年增率去年已经要往下走了 年增率往下走 但到了7月以后 宣布了新清安以后 往上走突破什么 10兆 钱太多 突破10兆 所以这钱 民间的油资真的是很多 我们再看下一张 看这张是交易量年增率 我们从1到4月份 今年吗 今年1到4月份 年增率6都加起来的话 一共是31% 交易量 交易量 所以去年我就讲 今年的交易量会很活络 然后建商的 我们上次节目已经讲过了 建商移屋非常好窜逃 对不对 现在建商就是真的移屋都出得快要干净了 那这个交易量大增 以这个交易量去推估的话 那今年可能会要到36万户 但是不会那么高 我预测大概今年的交易量会很活络 会大概应该有冲过33万户 去年才30万户走 30万户30.8万嘛 今年可能到33万户 6都哪一些地方交易最活络 最活络在哪边 最活络的地方你看嘛台北市他交易量32 这个37 高雄37 台南最高的最热度是台南 差不多啦 都几乎都三字头了 成交量都一齐都上来嘛 好我们下一张 就第六点就是预售在拉抬 预售在拉抬什么 他用期货的概念 他在开赌盘 什么意思 他自备款很低啊 他一千万六十万给让你赌啊 一千万你五年以后交 交屋的时候会赚两百万三百万 你只要六十万七十万 你要不要赌一比五 你要不要赌 然后低自备款 所以呢投资客 大咖的投资客 大概几个投资客 就可以把你三百户全部clean 所以你现在听到的什么clean 他现在把单价已经拉高两成 让你买单啊 三十万我拉高两成 三十五万你要不要买单 因为未来你可能赚更多嘛 所以这个叫做用期货的概念 吸引你 投资买盘 所以他操作杠杆 现在所以你现在预售会 单价会拉高 这有一点是虚胖 交屋潮大增 前两三年很好 对不对 现在交屋潮大增 交屋潮大增都新屋 新屋就把这个旧的这个单价 平均单价都拉高 房价是有在涨 但是没有涨那么多 但是数据上你会看着涨蛮多的 是因为有新屋的交屋潮 他把这个单价平均拉起来 有一点虚胖 有一点实的这个价格有一点 真的有一点小涨 但是呢也有一点虚胖 再来就是打房修兵 新的政府还没有上来 旧的政府准备下去了 空窗期 空窗期 大家是vocation 不是location 是vocation 大家放假 大家放假 所以没有政策干扰 当然很好拉 还有地缘关稀暂时停止呼吸 因为两岸他在等你520你会讲什么 所以这一段期间都没有什么重大的什么利空 但是呢前一天他就来一个什么 这个壁垒清单调查 工具具架权 对不对 开始调查 那只是钱财啊 所以再来他不会用什么军居绕台 基本上就是壁垒清单拿出来 我预测啦 这壁垒清单拿出来 用经济的压力 这对于这个影响大不大 如果以壁垒清单而言 对于房市的影响 这一段期间当然没有 他没有出手 当然是很好甩尾 所以下半年的事情 那政策扭曲市场 我们刚刚讲的技术分析 所以主身段你去打房 你就压抑了那个整个的钢需 那等到你新清安又把它点燃 他所有钢需都跑出来 不但所有钢需跑出来 所有潜在的需求全部都挖出来 所以这一段的 我把它称为叫做 太烧了叫做甩尾效应 那能够甩多少 我预期大概第三季 应该会延伸到第三季 所以这个甩尾的现象 这些现象还会延续到 至少七月八月九月 应该到第三季 好 如果第三季还会有甩尾的现象 下一落的重点我们要看了 现在等着要买房子的人想说 到底什么时候会退烧 这个房价是不是能够松动一点 在卖的人也在等 我要不要再称一下价格还不能居高不下 会不会再高一点点 到底第三季过后房价什么时候松动 但是第四季还是有一些地方非常有称 尤其理事长用四个字来形容 叫做见鬼就发 这鬼指的是什么 休息一下 理事长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